何偉恩是說小明牙痛的漢堡故事 你開始 有一天我看到我的好朋友小明牙痛 他媽媽用乾冰袋和女膚去看一眼 之後媽媽拉著小明去牙醫診所去檢查牙齒 小明當然不願意 但是他還在牙醫診所前面在哭 原來他是怕醫生發現他蛀牙之後媽媽會不讓他吃 雖然是這樣 但是媽媽仍然堅決地帶小明去檢查牙齒 到了牙齒診所裡面之後 醫生幫小明脫了蛀牙的牙齒 小明好怕痛的 所以他不停在哭 在旁邊的媽媽就牽著小明的手 而且他還安慰他 只要他的牙齒一康復之後 他就會帶他吃他最喜歡的雪糕了 最後小明的牙齒終於都康復了 因為他終於經歷了他勇敢的嘗試 之後就和媽媽一起吃很好吃的雪糕 我覺得小明做得很對 如果是我自己就會像小明一樣 因為牙齒康復了之後 就可以像小明這樣吃到很好吃的雪糕了 有沒有提到在牙醫診所裡面呢 牙醫在做什麼呢 好 好 謝謝 先坐吧 好 不解 那 谢谢大家